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日光 郁金表现都算非常强 是新日光跟郁金这两档还直接亮灯转停板 在太阳能的个股里头是不是整理完毕了 好的 我想我们从10月初就一直帮大家追踪整个太阳能的族群 一直到10月底把太极做了获利出新之后 太阳能族群也在高档整理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今天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个表态的迹象 包含刚刚韋婷提到的新日光是外资连买了三天 今天预估是连买第四天 再度量能涨停板也创了波段新高 包含郁金的部分股价也创了波段新高 国硕 绿能等等相当多的太阳能公司 今天股价都创了波段新高 所以之前我提到的就是说 11月初会公布10月份的营收 11月15号之前会公布第三季的财报数字 在财报数字跟营收数字出来之前 高档震荡它等待的是一个多空的表态 市场最后会决定它的方向 看起来近期由外资领军买进新日光 把整体太阳能族群带上来 它已经带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多空方向看起来已经决定了 再来第四季从第四季的中下旬 11月份12月份太阳能看起来方向是持续的向上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把之前卖掉的太极部分 趁着量缩的部分 在这边再把持股把它买回来 那我还是定义太阳能的首选是4934的太极 那今天大家在22.2元附近 我认为这边都是可以布局持股的一个好位置 所以说把之前出现持股在这边慢慢慢慢 都把它这个通通把它补回来 那我想就是说从10月3号15元做一个布局 那么一直到这个21.4元做一个获利助金 那么整整赚6块是获利是高达42.6个百分点 那之后它就在高档震荡了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 加上今天因为这是这个九天的一个时间 中间虽然说曾经拉出一个23.55元的一个最高点 但是我想就说其实留一点点给别人赚没有什么关系 那重点是它在高档震荡整理的过程 我说它在等待后续的一个新的方向出现 那第一个那么因为它被警示 所以它提早去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数字 那么第三季赚了0.26 从第二季的0.73下滑到0.26 看起来是衰退幅度蛮大 当然它还是赚钱 但是我说它符合预期 因为原本看到的第三季的营收 就比第二季衰退15% 所以可预期的第三季的获利 原本就比第二季呈现下滑 所以我说这个符合预期 所以也没有对股价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杀伤力 那之前我这个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什么时候可以买回来 我说我们等待量缩的机会再来买进 但我有提醒量缩不见得会跌 那如果下跌量没有缩那不见得可以买 所以量缩价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强势股的一个进场的讯号 所以这一波段最大量是在这个最高点的这一天 23.5元的这一天的47,515张 那么时间是10月25号 那之后呢在高档就呈现一个量缩的一个整理 横向整理没有再过高 也没有再破前面的一个这个起长点 那你看到就说在整理的过程 那么量一路的缩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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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到上周五11月1号缩到10,843张 缩到剩下最高峰的大概四分之一的一个成交量 那我说量缩不见得会跌 但是如果说量缩到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甚至更低更低的一个成交量 如果说他看见一个指纹的迹象 其实在这边就是一个满进的机会 那在这边暂时这两三天成交量 应该暂时不会有明显的放大 因为他之前被警示 现在被关紧币就是所谓的分排交易 从礼拜五开始关紧币 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扣掉今天还有二三四 这个三天的时间要做一个分盘交易 所以他也趁着分盘交易的处置的这一段时间 刚好量缩下来 做一个筹码的沉淀 他不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一个介入点 那第四季因为目前两条生产线 都已经呈现满载 所以说比第二季来看的话 第二季没有满载就已经赚了0.73 第四季产能满载 那么看起来营收会比第二季来得更好 那获利跟营益率的数字 也就是说EPS应该有机会比0.73来得更高 营益率的数字也有机会比第二季的 10.53个百分点来得更高 所以说应该第四季会是今年以来的最高峰 而且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说 包含太阳能电池跟上游的矽晶元的报价 最近不但没有跌都是温温在涨 而且今天最新的新闻说 明年第一季西晶元报价有机会一次涨足 所以整体太阳能景气逐渐复出的过程 已经从下游中游慢慢推升到上游 所以最上游最淡最淡的 那么供过于求状况最严重的上游西晶元 其实现在也看到报价持续走扬的迹象 所以我想就说在这一边 那么整体太阳能族群真的相当的乐观 那么目前是整个电子族群里面 族群性最整齐 那族群的涨势最凶猛的一个族群 所以在这边我想就太阳的部分 第四季应该会再优于第二季 那如果说第二季赚0.73 那算一算第四季应该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所以掐子已算明年的获利恐怕 应该很轻松高过2块半 那么乐观一点看到三块钱 甚至更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说那么如果说以三块钱的获利来看 虽然说短线从10月初涨到了 目前大概22 23元 涨得快要接近五成 好像涨得相当多 但是你去算一算 如果说他明年要赚三块钱 或者一季赚超过七毛钱 跟茂迪一季大概赚两毛 那他的股价是在多少 是在五十几块 郁金一季也是赚大概两毛钱 他的股价是三十几块 新日光一季赚六毛钱 他的股价是三十几块 所以如果说跟这些公司来做比较的话 我说他的价格还是被市场所严重低估 所以如果说太阳能族群 在第四季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乌云 第四季不但供需趋于平衡 而且价格持续涨价 看起来明年应该是有机会 比今年来的更为理想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太阳能族群都可以买的情况之下 那价格还被市场非常严重低估的太极 在整理完之后 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比价行情 你看是要比价郁金 新日光的三十几块 还是要比价帽底的五十几块 当然比价的过程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慢慢修正 不会说一次涨到五十几块 那当然它本身有技术跟产能的优势 就是说帽底的部分 所以说人家给它比较高的本应比 这是市场决定的 但是如果说EPS比较高的公司 未来我相信绝对有一个蛮大的比价空间 所以说在这边 就像我之前所提示的 量缩到剩下四分之一 趁着分盲交易量缩 压缩它筹码做沉淀的过程 其实在这边都是可以买进的一个标的 因为它仍然是被市场所严重低估的一家公司 那么太阳能的其他公司里面 有没有跟太极一样 被市场严重低估的股票 当然是有 所以今天我想就是说 另外一档价格被低估的股票 我今天就把它放在 我今天准备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 股市达人精选的价格低估之精选股的一个资料 那里面我选了相当多相当多的 不可多得的精选股 那它都是营收获利创新高 那它的价格 它的本益比被市场所严重的一个低估 所以当它产生一个relating的一个价格 重估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 它就相当有机会 跟当初的这个10月初的太极 那时候我们就用资料告诉大家 就是说哇第二季赚最多 股价却是最低 所以当它relating的行情一展开的时候 股价就产生了一个超过五成的涨幅 而且我认为maybe后面还有超过五成的一个涨幅空间 所以这种价格被低估的股票 往往会带来非常可观的利润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了一个 股市达人精选价格低估之精选股的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 帮大家准备好了相当多的一个研究的 这个研究精选出来的一个标的 要让大家免费索取回去 我相信对电视机全面的全国的 这个投资朋友观众朋友 你在操作上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绝对对你的绩效有非常大的加分 所以要把这一份资料带回去 你可以趁着节目过后的咨询专线 或者广告中的电话打电话到公司 跟线让助理留下你的电话资料传认机 我们自然就会把这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 把它提供给你 我想太极绝对不是其中一档 太阳能的部分 这份资料里面 我还有列举另外一档价格被低估的股票 我认为未来都是至少上看 超过三成以上的上涨潜力的股票 这是在太阳能的部分 好 除了包括了太阳能呢 有一些这个价格被低估的金权股之外呢 其实在今天大牌里头 除了太阳能族群之外 IC设计也算是蛮强势的 是靠着这个联发科的带动 这个龙头股呢 以大代小 在联发科兼股价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价 表现非常强势 上礼拜的法术会传出了加印之后呢 今天有一些法术行情存在 在IC的部分是不是也有些 价格被低估的IC设计股 好的 那么我想联发科 我们追踪了好几天 那我有提到就是11月初IC设计股 会越来越热闹 一个是联发科的财报 它一定优于预期 第二个是11月8号F敦泰将要上市 挂牌价目前占定是250块 那上半年赚了19块 那预期挂牌之后跟联发科 会产生一个比价的效益 那第三个股票是我们要提到的 就是F昂宝部分 在这边有一个比价的效益 那当然我们先来谈一个就是说 联发科那么今天盘中 我做支架的时候 最高来到430块半 就已经创了三年的一个新高 那尾盘 导播可以上一下盘中走势图 是收在涨停板做收 那收在432块半 是相当相当的强势 那我想礼拜五就提到 就是说因为它公布了财报数字 第三季赚了6.69元 几乎是6.7元 重点在于就是说 第三季的盈利率数字 是20.1个百分点 即增2.1% 盈利率一季增加了2.1% 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 这个增加的一个幅度 那也代表它的新产品 带来相当可观的一个 这个获利的效应 而且这个数字是 这个民国100年以来 最高的盈利率的数字 也代表就是说 它的营收 它的获利同步回到 它的历史最高峰 代表它再度呈现 一个龙头的一个竞争力 那么它公司的部分 预计就是说 第四季的营收 大概是季减0到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要码是持平 要码只会衰退5% 那这跟当初大家所预计 就是说第四季是中国大陆 智慧和疫情手机的出货的淡季 营收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下滑 那看起来中国这一端的需求 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淡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当然就是说 因为它的一些新产品的推出 那么支撑了它的一个营收 跟它的一个毛利率 所以第三 第四季的一个毛利率 不但不会随着平均报价的走跌而下来 甚至它第四季预估它毛利率还在往上 所以一般来说 法人最喜欢操作股票 就是除了营收成长 获利成长之外 EPS成长之外 法人最喜欢的是毛利率往上跳的 营业率往上跳的公司 通常都是法人首选中的一个首选 所以我之前就说 那么联发科大象中将也会跳舞 所以说突破400元之后 那么今天很快来到432块半 那如果说真的从周线来看的话 那么其实在上周我也提醒就是说 周线来看 在地档打了大概接近三年的大底 那么这么多成交量在打底的过程 做了一个沉淀 突破的行情绝对不会只涨一点点 所以说就上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437之前其实没有什么明显压力 而且今天其实已经来到437的隔壁 它高价股要涨过437真的相当容易 所以如果说真的去给它代价突破437的话 其实它未来真正的目标恐怕会放在 498.5500元的这个整数关卡 所以整个联发科应该会成为11月份 整个法人非常矚目的焦点 而它终将也要带动整体IC设计股 当然是有题材的IC设计股 在这边会争相做一个表态 所以我说联发科之外 有一档小联发科 就像刚刚韦婷说的 除了联发科之外 有没有价格被低估的股票 那我们就是说在这边一直在追踪很久的 F昂保部分 其实今天股价也非常的强势 那导播可以上一下盘中的走势图 那么中场收涨2块钱 盘中最高来到172块半 重点是今天的成交量只有97张 所以当它出现窒息量不到100张 股价却可以温温涨2 3块钱 其实通常这种股票筹码已经沉淀到一个极致 只要补个量它随时都会再创新高180元 就会做一个突破 这个180元绝对不会是今年的高点 那么第四季LED的照明跟行动电源的IC 在这边都很旺 所以预期它第四季的营收跟联发科 应该都是淡季不淡 那联发科之所以成长 因为它掌握到中国智慧型手机 本土品牌高度成长的商机 那我说台湾IC设计公司有三家公司 都可以掌握到所有的中国智慧型手机的品牌的大厂 甚至白牌的手机的大厂 有三家公司一个加联发科 一个是11月8号要挂牌上市的F敦泰 在中国大陆的触控IC 出货量到今年已经突破的1亿套 所有智慧型手机厂它都拿到订单 第三家公司就是这个F昂宝部分 所以我说它是小联发科 所以它跟联发科一样第四季单击不淡 而且明年市场预估中国大陆的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大概是3.5亿只 那大概中国的F4联想库派华为跟中心 跟第五家小米机应该可以瓜分大概2亿只的市场 所以光这F5的部分就可以出货2亿只 掌握到本土业者中国本土业者的商机 其实明年的爆发力会非常的惊人 而昂宝他掌握这些订单同时他股本只有4.3亿 那第三季他预估啊预估目前预估大概赚4块半 跟联发科比6.69元 那联发科今天股价来到432块半 如果你们用联发科的本益比432除以6.69的同样的本益比 去乘以昂宝大概4块半的一个获利的话 那昂宝如果说一样跟联发科第三季的EPS 一样的本益比的话那么他要上看290元 也就是说他跟联发科的比价空间 是高达7成的潜在的比价空间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我说的比价效应 所谓的价格本益比被市场严重低估股票 所以相关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 一样我会把它准备在所谓的股市达人精选 价格低估之金平股的这份资料里面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想得到这份资料 你一定要把电话拨通那这个资料里面 会有相当对你有帮助的一个资料 好我们股市达人休息三分钟时间 我们马上回来 我会被咖啡 好了吗 我觉得天安的组合用火焰来呈现你家 你整个每年都火火烤 到现在眼睛人都没有回去再想 你又为时到逆流了吗 提案压力大 保�一只能靠咖啡 来 你的机会服事一定 为时到逆流 机会服事一定 一定搞定 现在入驻Forester XV 再送豪华饮物系统 玛丽可小心你的老毛病腰犯咯 Copra 你咯 喝咖啡吃甜食难怪会食道逆流 像我啊随时都准备好 即位服饰定 未食道逆流即位服饰定 一定搞定 好嘞 滑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邦宁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邦尼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选股 华信带领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业诚信负责 支付专线0223923988 找回喜日台湾高尔夫的光彩 您的热情让他们梦想起飞 群柏摇摇摇与长荣航空 12月5号到8号 邀请您为选手加油 干杯 干杯 天哥 这次投资送 哇 赞哦 现在的老板都这么大方哦 您都不知道哦 我这次车车也是报导送的哦 啊 报导这么好看哦 有哦 现在到宝导 选配尼控镜片满三千 就送一支备用镜价 现场燕配第二副镜片 还有特加约会哦 赞哦 等一下出去 这样就对了啦 专业好事例 服务好品质 宝导眼睛 好 欢迎再回到这个股市达人 那我刚刚上半场的部分 还是有提到许多 这个IC的设计个股里头呢 有一些这个价值被低估的 似乎这投资人呢 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听的 很完全哦 是不是还有一些要来补充的 好的 那么 当然F昂宝它价格稍微偏高 那有些投资朋友可能说 那价格低估的股票 有没有比较便宜一点的股票 我想这个是人通这个 大家都会这样子想 那另外一档股票 我想我也提了好几天 就是说8016的细创 那之前是带量的冲到 新高49.45元 那在这边压回的过程 接近仅限 当然不见得会来仅限 伴随一个快速的量缩 其实在这边都是一个买进的机会 因为投信在突破的过程 大满了5000多张筹码 在这边都没有散出来 筹码面相当的一个集中 那第三季的EPS 1.21 超过第一季的0.72 跟第二季的0.77 已经呈现一个跳式的成长 重点是新的产品 这也是所谓的维基店的部分 在这边 这个 IC的部分大卖 毛利率超过三成 预计明年会成长三到四倍的一个出货量 所以像这种公司 它同时具备的营收创新高 新的产品 获利倍增 那这个毛利率跳升的一个多种题材 都是法人最喜欢的题材 所以预期压回 只要一量一缩 我认为投信跟外资应该会持续做一个加码 那明年预估EPS上看五块钱乐观点可能会更高 所以如果说真的用12倍15倍甚至更高的本益比来做评价 这个潜在的上涨空间恐怕也是高于五成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跟太极跟所谓的F昂宝 一样就是说这个价格被市场所低估的股票 所以这个部分相关的资料当然也在这个 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股市达人精选的价格低估之近平股的这个资料里面 你把这个收取回去对你在操作上绝对会有非常大的加分 那另外我们也来快速追踪一下 就是说那么之前持续跟大家做推荐的包含盛群的部分 那目前持股就是续报 因为它的行动电源IC第四季非常的旺 跟F昂宝一样 那明年又将要借由指纹辨识模组的部分 去抢攻新的智慧型手机的应用市场 一样是新产品 那第四季也是淡季不淡 那外资连持期买在这边从往面相当的稳定 波段锁定大概两成的涨幅 可能不到三成到五成啦 但是这也是一档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的精品股 那另外再追踪另外一档股票是Big Data的F昂6的部分 礼拜三礼拜四涨停板 那这个礼拜四礼拜五涨停板 那么今天股价是在高档做一个整理 那从10月28号23.5元压回量缩做一个加码 那么涨上来也涨了超过10% 投信在礼拜四礼拜五刚跳进来 每天都买了400多张 那看起来10月份营收应该是热关向上 11 12月份的营收都有机会挑战历史的新高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持续追踪 那么有持股的持股续报 好那再来如果说这些股票 你可能都有你想要一些所谓的新的精品股 当然有新的精品股 在这边我想我们真的要布局的几档股票 包含第一的 这档股票那么在上周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那么它同时出iPad Air iPad mini 2的一个数位相机的模组 搭配大力光的镜头再做一个出货 大力光说11月份12月份的营收 都会持续往上创新高 所以它搭配大力光的镜头做出货 那么这个iPad Air跟iPad mini的部分在这边 预计出货量应该会快速的拉升 所以未来两个月营收会有非常显著的成长 这个有机会去创历史新高 再来就是说它藉由它的数位相机模组 跨入目前三星的手机曾经推出 S4有一个悬浮触控的技术 这个东西叫3D触控的部分 那它目前已经具备这样的产品上的技术 而且配合一线国际的一线大厂 预计在明年会出货相关的产品 那么这部分的一个利润跟单价相当高 所以明年它将会成为市场非常瞩目的新的焦点 在低档打了四个月的大底 那未来我认为它锁定也有一个超过三成涨幅 因为它也是一档被市场所低估的股票 所以这个资讯也在这边有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不公开 那你想知道是什么股票 你就打电话来索取这份资料 那另外还有一档股票 就是也是所谓的新产品的概念股 那么第一就是说股价处于低档 那么在这边已经整理了大概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那只要突破这个所谓的一个整理区间的话 就已经会再涨一波 那第二个外资持续性的买超 从六月份它在整理的过程 外资没有说卖超股票 甚至持续的买超高达4.7万张 那它主要的新产品是所谓的陀螺仪的产品 那这个部分借由它的大客户 在第三季已经打入了 Apple的iPhone手机的供应链 那现在陀螺仪也好 所谓的MEMS什么重力感测器等等 这一些新的维基电的一个相关的零组件 其实在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上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 所以陀螺仪预计在明年随着智慧型手机 中国大陆市场高度成长过程 它如果说可以打入中国大陆市场 那么当然这个部分的爆发力就会相当大 所以股价也是一样 那么在低档整理相当久的时间 搭配新产品的一个出货外资持续的买超 未来如果做突破的过程潜在 也可以高达大概超过三成以上的涨幅 所以像这种都是被市场所低估的股票 那一旦真的价值随着它的营收 它的产品的出货带来营收的成长 获利的成长 营业率的成长 毛利的成长 就像所谓的太极或者昂宝一样 当它价值逐渐被市场所发掘的过程 你会发现它开始产生一个relating的行情 那么本益比价格持续的往上做一个修正 修正到跟同业 甚至比同业更高的本益比的过程 你发现它的价格 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已经 这个温温的慢慢涨了三成五成 甚至更多 所以像这种好股票 我都把它整理在今天 这个非常重要的资料里面 股市达人精选价格低估之金评股 这一份资料里面 那里面当然有包含昂宝的详细资料 细创的详细资料 等等这些我们已公开的 并且里面有三档 我们还没有公开股票 像刚刚提到的这两档全新精密股 一个是做陀螺依的这档全新精密股 我们还正在布局 我先不做第一时间的公开 那如果说你想同时 跟我们一起来做布局 你可以把这份资料索取回去 那另外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 我们正在布局的3D触控 这些都是我之前一直提到 就是说年底这一段时间 会诉求做梦的题材 做梦的行情 所以谁在隔一年掌握了新的技术 将会推出所谓的新的产品 那甚至它已经卡到 所谓的一些一线大厂的订单 而且非常确定明年第一季 应该会陆续看到新的订单 开始贡献营收 在第四季这段时间 这种做梦行情 往往会被市场吵得非常的火热 所以往这个新的产品的方向 来做一个思考 同时你去选就是说 在低档可能已经打底相当久的时间 那营收可能又创了历史新高 而且法轮已经尽少做一个卡位 那么像这种新的金平股 其实往往当价格被发掘的过程 那么它就可以带来一个相当可观的涨幅 所以最后再强调次就是说 这一个股市达人精选的金平股 它是价格低估值金平股 对观众朋友会有非常大的操作上的帮助 对你绩效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加分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得到这一份 非常重要的资料 你就利用片尾的咨询的专线 或者是网络中的电话 把电话拨通把这个资料带回去 对你绝对加分 好 不管是在这个第四季呢 是要对这个未来的这个股里头 有些做梦行情的存在 再包括了在IC跟太阳能部分 还可不可以持续的续墙呢 请大家全新锁定明天的节目了 我是韦庭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